应该确切地说我们一直在争吵 争吵起来是从医院一直到 也就是说从上车就一直在争吵 上车之前就一直在属于争吵的状态 说的医院从哪个医院 从第三医院 就是从第三医院 对 因为 从那个地方上车 你们的状况又一直在争吵 对 是的 另一个 意思是从爱华的当天 你们是起了医院 对 起了医院做什么 因为早上我跟他发生争吵的时候 有肢体冲突 然后我就感觉我的肚子不适 就是在爱华的当天 你跟这个对他人 之前也有过的争吵发生 对 然后其实地下的医院 对 是的 被害人凤某是个小包工头 每当回家晚的时候 就说在外面有工作 有应酬 受害人这边呢 就有时候会晚 就说晚回来 晚回来呢 就恰巧有一次呢 喝醉酒之后呢 他拿到了他的手机 然后就看了微信记录 然后呢就假装 他以受害人的身份 和这个小姑娘聊天 然后呢就发现了 可能他们的一切 存在一些不正大关系 就是说 一个女人 你说为了你这样 信心可不可以在家里面 怀着孩子 每天还在家里面 就是煮着饭 热服服的等你回来吃 你突然间 突然间知道你在外面 有了小三有了女人 你说谁心里都会 有不舒服不甘的 那这样 作为一个正常 作为一个女性 而且是怀孕的女性 情绪很容易激动 而且这种心理 也是极其不平衡的 肯定想到 为什么我在家里面 承受着这种怀孕的 痛苦 辛辛苦苦的 在家里面等着你 而且你是在外面 昏天久地的 这种肯定就没办法接受 所以他们就 在案发前 实际上他们已经 争吵了两三天了 轻轻地辩解 是不是事实呢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到现在 你自己没有办法 是反思一下 你自己会不会做出的 在常能常不理解的 这个痛苦里面 你自己也会好想起来 什么也能造成 因为当时吧 我就是属于一种 我的那种心理状态 应该就是觉得 我为能力 划着孩子在家里面 就是等着你的时候 你这样 背着我在外面出轨 就觉得心里面 很 不平衡 觉得就是 这样 我为你划着孩子 在家里面等着你 你却在外面 这样背着我 跟别的女人 这样就觉得 心里面很不平衡的 一个状态 心理状态 但是 双方早有争执 难道说 发生在汽车上的伤害案 不是偶然事件吗 那么在 刚才问你的时候 你说这个车链是租出来了 那你这个剪刀是怎么拿到的 这张车就是说 在直到案发的那天为止 它已经租了有二十多天 具体的天数我不清楚了 但是就是在我的印象中 至少有二十多天 那剪刀呢 也就是说 从我 它从这张车第一天租来 到事发的时候 我前后一共坐了 直到事发那天 一共坐了四次车 也就是说 从我第一次坐张车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位置 有这么把剪刀 那么当时你用这个剪刀 最惨的 被害人之后 有没有想到 要对护人的地方 没有 没有 就是很随意 就是当时情绪 人已经是很愤怒的一种状态 很激动 很愤怒的状态 对 没有 就不愤怒的状态 因为确定 可以要去刺 哪个地方 可以去刺 是的 当时刺了一次之后 你就这么准备下来死了 当时刺 我大概记得说 刺以后 然后我老公 他就用手 就是来拦着我嘛 然后的同时 我母亲也就 也从后面 就是坐起来 拉着我的手 是这样 其实当时 你母亲 是同在这个身上的 你发了自己的过程 然后你自己 然后你母亲 就把这个结果 抢 对 是的 被告人清清现年三十岁 早应该告别懵懂 难道真的没有考虑后果吗 当时真的没有 当时真的没有 没有考虑过 是的 也想想 想没想过 那个遇法的事情 这么多难的 我真的没想 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 但是没想过 是的 那么你一次之前 有没有考虑过 因为他当时是在 驾驶这个材料 特样是在阴影上 是的 你这个时候 对你 而对其他人 得罪惨 很危险的事情 当时有没有 当时真的没有 考虑这么多 没有考虑过 整个人太激动 太愤怒了 当时 既然没有伤害 未婚夫的故意 为什么没有及时 救治被害人呢 他当时这个 受伤以后 不许你 驾驶 都把他送到去 但是他受伤以后 他的第一 我老公他第一时间 是把车门打开 先下了车 进行一个男车的 一个求救 但是 但是就是 他已经被人家送去 俄山县医院了 然后我母亲在 跟我姐夫打电话的时候 就说让我母亲先冷静 不要欢 等他们过来 然后我跟我母亲 就把车开了到路边 等到我姐夫他们的到来 在一起去的医院 我是指到公安传唤 医院我没有去 因为当时我开的车 因为我们开了两张车 只有我跟我姐夫会开车 然后另外一张车 就一直在路边 我母亲也是怕我 因为我怀着孩子 也是怕我太过于激动 更害怕 就让我先慢慢地 把车开回去 开回去一门 我妈一开始 让我把车开回去一门的 但是因为我去一边 虽然说害怕 但是另一方面就想 还是比较担心 我老公的情况 我就把车先开回去 我们住的地方 一时冲动过后 清清感到了害怕 让轻清没有想到的是 应该在医院救治的未恢复凤梦 仅仅在医院待了五天 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我说医院应该不可能会跟你出来的 我就问他怎么出来的 他自己 他当时胸口还穿两根管子呢 单单贴管 他自己把管子拔了跑出来 他说他怕我跑了 怕我跑跑回哪儿 之后他就故意 他就出来找我 未婚夫凤某 首先向清清道了钱 清清也为自己的猜疑和冲动 感到后悔万分 那我现在就是说 孩子这样也出来了 就是大家也好好过日子 11月8号 就我们关系而言 我就是跟他说过 再怎么样 也不应该这样伤害你的话 我这样跟他说过 心里面还是觉得蛮内疚的 就是再怎么样 也不应该有这种举动 还是就 有一点 可以感到我们心里面 心里面 心里面 很不怕的 这些东西 不怕你 是什么其他的 当时 但最后呢 我还是希望你 好像是一个人 当时 我从无所谓的 因为这个 不怕你当时 对于是个狂态的 我承认 就是什么情况 你还是好 我看 好 因为法案子调查 就到了结束 下面的证明 是别的 现在公司人 他不要固定 公司人认为 被告人轻轻犯有故意伤害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在刚刚结束的法庭调查过程中 针对本宴起诉书指控被告人 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事实 公诉人当庭出示先读了被害人奉明的陈述 证人谢立先 李树勇等人的证言 被告人公诉 左腕工具 红色剪刀 现场辨认笔录 鉴定意见等等证据 各证据间能相互印证 形成证据锁链 证实起诉书指控被告人 先故意伤害他人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切实充分 被告人案发后取得了被害人奉的谅解 可以酌情重新处罚 综上所述 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切实充分 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 并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谎刑三年 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被告人轻轻的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轻轻重新减轻处罚 建议本案释出有因 且被告人轻轻犯罪时 习应付现纲生产文一个月 并具有坦白取得受害人谅解 认罪毁罪态度较好 习出犯偶犯 主公恶性不大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量性情节 恳请贵验对被告人轻轻重新减轻处罚 建议贵验是以三年为量性起点综合以上上述的 法定卓登的量性情节后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试用谎刑给被告人轻轻一个能够重归家庭的机会 让其能够在外继续照顾幼子维护家庭和谐的机会 蝙蝠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省事诉讼法第35条第170条的规定 提出以上蝙蝠意见 万法提议 重视并存 发表蝙蝠意见完毕 他建议贵验 重视并发表蝙蝠意见完毕 下面有被告人做的最好评论 被告人最好评论 下面刑警按十分钟 可已经提议 红塔区人民法院当庭做出一审判决 本案认为 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意人重伤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款制规定 构成故意伤害罪 供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本案已支持 被告人刑警到案后如实供诉自己的罪行 其坦白 可以重新处罚 被告人刑警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可酌刑重新处罚 被告人以自验认罪认罚 被重判处罚 供诉机关量刑建议时代 本案已采纳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合理不分 本案已采纳 本案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量刑停截 社会危害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款第67条第3款第72条第73条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审法第15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随暗移送的红色塑料把 剪刀一把 已已没收 判处缓刑意味着轻轻可以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 这个适用缓刑的条件是根据刑法第72条的规定 被判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记忆地判刑刺 同时符合犯罪情结交情 认罪毁罪 然后没有在犯的可能判处缓刑 对所在设计没有重大影响的这四个条件 对被告人可以适用缓刑 案件发生以后 被害人也对被告人进行了谅解 而且双方还领起了结婚证 双方共同生意了一个子女 这个案件的情况 其他的一般案件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考量在这个地方